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黎明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和大家看看就是澤連斯基那邊 俄烏的戰士 澤連斯基就說他就快要被迫投降 他說很大機會他是要國地給俄羅斯換取 所以和平你老早就應該這樣做 浪費了人力物力和生命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 我們待會一起去看看 普京他就說 他們暫時都不會再動員更加多的人手去打烏克蘭 到底他為何會這樣說 我們待會都會去看看 而和美國和談、復交方面 普京說了些甚麼 他說和美國復交要說三個大條件 到底哪三個 我們待會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杰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了 烏克蘭的總統扎蓮斯基 他就說如果沒有更加多援助 沒有更加多的錢 沒有更加多的軍備各方面的東西 烏克蘭很大機會就要被迫向俄羅斯讓出領土 然後就握手言和 這件事是全世界都想的 搶美國 但美國現在都想我肯定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都不想再打這一場沒有把握的仗 而且說真的 他的目的已經達成 甚至乎做到反效果 是連累到他美國自己本土的情況 所以他更加不想這一場仗 繼續再拖下去 烏克蘭的總統扎蓮斯基 他在當地時間12月12日 即是大約我們13日的時候 他就到訪了美國 他到訪美國做些什麼事 文藝之前都說過 黑 是 黑錢 黑武器 他不單止未能夠說服美國的國會 向烏克蘭幾乎提供幾百億美元的援助 他就說如果美國不能夠提供更加多援助的話 華克蘭的軍隊是不得不向俄羅斯讓出領土去換取一個和平 那就好 世界上好多人是想你不如你投降吧 不要再打了世界上好多人都是想這樣 而且說真的美國已經給了幾百億 甚至乎面面蒂蒂加上可能一千億的美元 去支援你的基庫 他自己打也不用浪費這麼多錢了 他給你竟然要用這麼多錢去打 那現在還要給你幾百億嗎 不會 他好像給多了兩億 是啊 沒錯 給多了兩元 兩億給你的 那兩億可以夠些什麼 告訴他 你是時候拿這些錢之後 你就要穿著走路了 跟著就整件事和平就算了 不要再搞他了 為什麼呢 美國都沒有錢用了 大哥 美國是欠34萬億美元的債務 他自己跳樓都不行 他還給你錢 是不是 華盛頓郵報在日前的報道就說 習年斯基當日在美國國會就說 永遠是不會放棄驅逐俄羅斯軍隊這個鬥爭 但是他同一時間就說 我雖然想這樣而已 但是未必做到 他說如果沒有更加多美國的援助 例如今次沒有幾百億的美國援助的話 那衝突將會是被迫變得更加慘烈 怎樣慘烈呢 衝突就是被人衝突了 就是被人打了 他說 烏克蘭的軍隊將會無可避免地 將陣地讓給堅定而且裝備精良的俄羅斯軍隊 也就是敵人 其實老了叫你和談 你就撕少些東西給別人 你現在才說不夠打我們就要釀地了 然後就不斷地縮了 縮到去咕咕的了 搞不定了 那沒辦法的 你縮你就縮吧 你跟美國說 做甚麼呢 那裏又不是美國的 美國亦都不會要你 炸到爛了 怎會要你呢 所以美國不會是有一絲的感覺 只要無動於衷 炸妍斯基這次第三次去美國 他每一次去美國 或者美國每一次去華蘭 都是要伸大手掌的 給錢啦 多多一線 少少不行 都是向美國政府去求一個的援助 但是這次是空手而回 他在12月12日和拜登會面的時候 拜登就說 對了 他會繼續表明 是會繼續支持烏克蘭 不過口風 咦 改了 改到呢 完全是令人心寒的 結果口風就說 總之能夠支持多久 我就支持多久了 哦 哦 這個很明顯是改變了一個態度 為什麼呢 因為拜登一直都說 堅持著要支援一個烏克蘭 只要烏克蘭需要多久的支持 他就會支持多久 喂 這個完全不同的哦 可以支持多久就支持多久 跟你要支持多久 我就支持多久 不同 當去到美國是不能夠支持的時候 那就是不支持 跟以前的說法完全不同 現在改變了口風之後 我不知道這是路人痴呆的效果去改變 還是真心 美國是需要停止一個支援 很多分析就說 美國是真的要停止支援 因為他沒有銀用 沒有錢 他連自己的國防軍備都不夠 那也不出奇 就是這樣燒發 大佬 燒銀資這樣燒發 是真的不行的 那好了 他講了這些之後 普京 俄羅斯 又有些什麼回應呢 俄羅斯的總統普京 他在14號 即是昨日日期的時候 在莫斯科舉行了一些年度新聞發佈會 和電話答問活動 他就說到 向烏克蘭發動的特別軍事行動 他就說現在在那個行動 戰區 地區 已經是有 有六十一萬七千個俄羅斯的軍人在裡面 嘩 大佬 這真是百萬紅絲 真的不是開玩笑 百萬大軍 即是 說真的 聽就聽過了 但是 在歷史上 好像真的沒有多少次 是出動到這麼多人 即是一個國家 是出動到這麼多人 百萬紅絲去打的 OK 普京說了些什麼呢 普京有很多是金句 我們一起聽聽 他說 當我們現實 實現了我們的目標的時候 就會有和平 這件事 將會是回復好像以前那樣 以前一些叫做推進的路 他沒有改變過的 他說他將會提醒大家 談論的內容就是什麼呢 什麼和平呢 就是烏克蘭去納粹化 去軍事化 還有要有中立的地位 即是什麼意思 納粹化 你知道 是不是 不可以再做納粹的行為 沒有意思 打仗 敵隊 沒有意義 仇恨等等 沒有意義 非軍事化 不要經常做什麼打仗 搞什麼 OK 而且保持中立的地位 你不可以偏向西方 是毫無意義的 因為烏克蘭裏面 有很多人是俄語系統的人 即是說是俄羅斯國安士的人 OK 至於非軍事化 就說如果他們不想達成協議的話 那俄羅斯就會被迫採取其他措施 去令到他們達成協議 包括軍事行動 又或者俄羅斯就會將某些條款 達成一些協議 即是說幫他們達成協議 順帶一提 他們在伊斯坦堡 即是土耳其的會談裏面 就是這個條款已經達成了一致 就是說 烏克蘭不可以再有軍事化 即是 你明白 不想他再拿著一些槍 明白嗎 他說 但是後來這些協議被廢除了 但是 現在他們同意了 還有其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要麼就達成協議 放棄軍事化 要麼就通過武力去解決 即是有兩個選擇 要麼打死你 要麼你放下槍 就是這麼簡單 接著說到軍事進程 他就說 幾乎整個前線他們的武裝力量 他說可以是很謙卑地說 沒有輸過 不斷地推進 而他們的部隊現在是全面推進 進攻著 這個特別的軍事行動的前線 是達到兩千公里 你想想 多恐怖 兩千公里 大佬 怎麼打 你根本很難打贏普京 真的 你還要在旁邊 你怎樣打贏普京 是不是 不是 接著說和西方的關係 就說 北約那邊的無限野心 慢慢慢慢蠶食到他們的邊境 俄羅斯邊境 以及想將烏克蘭帶入北約 這件事就是導致到今次的戰爭慘劇 加上頓巴斯在過去八年裡面的血腥事件 導致他們有一些悲慘的經歷 所以被迫 被迫 俄羅斯就是要發動這些軍事行動 接著普京說 美國所構想和組織的 歐洲的袖手旁觀 或者跟他們一唱一禍 這樣 你們永遠都是走去美國那邊 或者你們自己團在一起去搞對抗 那 俄羅斯和美國怎樣去重新建立關係呢 又說得很對的 你搞對抗你建立什麼關係 就是敵對關係 然後他說 當美國發生內部變化的時候 當他們開始尊重其他人 尊重其他國家的時候 當他們開始尋求妥協 而不是嘗試透過制裁和軍事關於 去解決問題的時候 那俄羅斯和美國就會全面恢復一個 的條件去復交了 但是 到目前這一刻的為止 這些條件是未具備好 但是俄羅斯已經是 準備迎接了 當然跟我們自己中國一樣 怎樣才可以令到美國 再重新入來和中國握手呢 那要美國自己釋出一些善意和創造環境 創造條件 就是你那些什麼制裁 你那些搞什麼軍事擴張這些東西 喂 你不如停手 不要再搞了 基本上 俄羅斯和我們中國 我相信在對美國的立場那方面 這件事是一致的 即是你搞制裁 你搞軍事等等 我們怎樣跟你做朋友 你那把刀和我做朋友 我怎樣跟你做朋友 大哥 是不是先 當然 有些人問普京就說 喂 你會不會再 有更加多的動員去中這個威蘭呢 普京就說 現在已經做了一些局部的動員 徵襲了30萬人 那幫人戰鬥力很好 就說 有俄羅斯14個加盟的共和國英雄 他認為現在 有24萬4千人在特別軍事行動的區裏 在那裏之後 他們現在會做一些動作 就是吸引一些人 自願和部隊簽約 現在已經有48萬6千份合約 所以已經是叫做 夠多了 已經夠多人了 他說準備拿起武器去打那班人 是沒有減少過的 加上志願人士 現在有50幾萬人 所以現在沒有必要 就是再做一些動員了 那也是的 其實都不需要動員 現在無人機再加導彈 地面戰有多少 是炸到你殘才在地面戰去 就是叫做 拿那個地方攻城掠地而已 對不對 先看看 普京也都在6月13日 也都說不需要是額外動員的了 也都說了 2023年那些叫做徵兵的工作 已經是結束了 之前說過了 所以現在基本上都不需要再去叫做徵兵 後備那些的預備役人員 也都是30萬的軍人可以作補充 所以是不需要有太大的叫做叫做 緊張的情況出現了 那說一些叫做他們自己國家經濟 他都知道就說通脹很厲害 通脹很厲害 所以要想一下有些什麼措施 去預防通脹 而GDP呢 是達到3.5的 就說在跌勢之中恢復過來 但是你用GDP的增長來看通脹 他其實是追不到通脹的 所以他們也是說要認真去對待這一切的事件 但是我相信他面對的問題 是會比美國面對的問題小 因為美國面對的問題是 他們欠債太多 非常多 而且他們的GDP 是真的不太跟得上 所以美國接下來會怎樣呢 我相信 兩三個月 左右 大家就會看到一些端倪 方長雙眼 不知道哪個一點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樣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文傑 新視乏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選了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